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山李 鲁孝中 鲁里长 李长好 以及建业李 李友 李里长 好 首先真的非常开心 今天终于期待已久的 我们这个装置艺术 能够在今天能够正式的 启用跟完工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设计师 我们的李秉成老师 今天要跟所有的市民相亲报告 我们这一次的装置艺术 真的是很棒的 一个新的地标 可以说是宜蘭市的新的地标 包括等一下要接牌的这个 南城古今 以九穹这个蒙古的意象 来设计的 那里面呢 我们的九穹年代 就是有六个橱窗 文化橱窗 所以我觉得这个装置艺术 对整个宜蘭市来讲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为什么说非常的棒 除了把我们的过去的 现在的一些历史文化的地域 通通集合在我们中山公园 所以我觉得我们宜蘭市 是要越来越幸福 而且文化地域越来越深化 非常谢谢今天 与会所有的贵宾 能够力临我们中山公园 一同见证 我们宜蘭市的历史 当然小城市要大创新之外 我觉得我们宜蘭市的全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要谢谢我们今天在场所有与会的贵宾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 跟各位长官贵宾跟乡亲报告 为什么会有这个装置艺术 跟各位乡亲来分享 希望未来市民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中山公园 更了解我们宜蘭市 过去现在的场景 那等一下我们透过李老师 会很精辟的来讲解 我们这个蒙果的设计的法想 还有里面六个文化橱窗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装置艺术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分享 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文化城市 那一个城市没有文化 就不叫城市 那我刚刚也说了 小城市大创新 都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希望我们一起 让宜蘭市挺美的 继续的延续下去 首先非常开心 代表我们现场林寺庙来参加 今天的一个艺术品的一个街牌 刚刚曾如我们市长所说的 宗森公园有留着我们重要的一个 宜蘭市的一个 许多人的一个美好回忆 刚刚跟我们艺术师 我们老师 呂老师这边也有了解到 呂老师很多的装置艺术品 都在我们宜蘭县 各大的一个旅游风景区 包括我们传艺中心 整个一个河道的一个装置艺术品 以及我们中心文创 我们伊安县政府 伊尼维奥的一个文创 创意园区 也有入口装置艺术 也可以看到我们 李老师的作品 甚至于我们每年 我们伊安县政府 主力在推办的春季的一个大型活动 绿色博览会 每年为我们对外的话 入园人数都超过将近50人 50万人以上 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看到 装置艺术的入口都可以看到 我们李老师的一个作品 所以今天在这边现场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 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品 就如刚刚所说的 中山公园相信是 多有我们县内 尤其是像我们 伊安市很多乡心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这个是坐落于我们一个商业区 所以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这边注入今天的一个亮点 让我们伊安市 真正成为一个一室 宇宙的一个城市 甚至于在这一片土地上 我们注入的一个温暖的一个 艺术品在这边成立为一个亮点 接下来让我们这座城市 更多的文化气息 伊安市美临美奔 伊安市非常的亮丽 陳美临市长 女子市长 郝市长 特别今天做一个装装 装置艺术品 在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是 宜蘭市的一个地标 更是文化普及 以及历史渊源的一个好地方 具有旅游观光打卡的景点 今天我们李老师 特别打造一个中西文化的总和 还有带来阿拉伯风味的一个装饰品 是非常的亮丽 所以我们吸引观光客 最主要就是让他有注点 让他有打卡的点 让他来宜蘭市各项的小吃观光 以及李树岳 蓬勃发展 这就是一个好市长 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都实现到了 让所有的观光客 来宜蘭市 增添我们大家 宜蘭市的一个光荣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李老师市长以及代表会 全力的支持 把这样的一个美景亮丽出来 我想除了这个美景之外 以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一定会陆续的在我们宜蘭市 来吸引观光客的一个景点 谢谢大家的努力 其实非常开心 看到陈美林市长在林之下 进行我们这个装置艺术 我们九重蒙果的一个装置艺术 他其实非常开心 他有这样的一个远见 是因为宜蘭本身是一个 充满了文化历史的地方 而这个文化历史 他其实需要一个象征 而这个象征就是一个精神 那我们今天透过九重蒙果 这样一个装置艺术的设立 能够让所有人知道 我们宜蘭本身过去 跟现在的所有历史 也替我们所有的宜蘭的市民 带来一个骄傲的感觉 那更重要的是 当有YT朋友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骄傲地说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面 发生过哪些事情 以及看有什么 过去的一些历史经历 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各位 那也非常开心 透过这次我们装置艺术的落成 也配合刚好 配合我们的这个秋一节 一起来进行一个艺术的大融合 接下来就要交给我们各位贵宾了 宜蘭市装置艺术 蓝城古今九秋年代揭幕 一二三 请揭幕 是这是我们九秋的干裂干果的这一个景象 我们的硕果是 那有请我们的贵宾 请我们一起再看上街坊 只将我们把红布条先收下来 那请您再帮我们看 我们要拍一张 接幕后的大合照 好 这是我们的硕果 第四件 在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这也是对着所有的 我们全台湾的朋友们 是人不住开始介绍的 是香港的宜蘭小孩 我在北方出生跟长大 所以今天感谢市长 那还有我们那个事工所团队 让我有机会可以来 我的故乡宜蘭留下作品 其实我作品我在美国 还有加拿大 还有泰国 都有作品 那那个台湾一些其他县市也有 那当然宜蘭 像刚才我们县长的秘书也有提到 宜蘭几个地方有我的作品 但是就是我的故乡宜蘭没有 宜蘭市没有 所以我很开心 这一次可以在我的故乡留下这个作品 那为什么用九琼的一个硕果来做设计 那因为以前我们知道 宜蘭护城河的旁边 的城环中了很多的九琼 那九琼是很多宜蘭市民共同的记忆 那一个城市要进步 一个城市要有活力 要年轻 那这个文化就是它的很重要的文化推动 那历史呢是见证生活的一个眼镜 那所以我们在历史里面可以看到它的各种的一个生活面貌 这就是我们的底蕴的堆叠 那所以我们用九琼的硕果它五个夜半 我们可以看到九琼树它开花的时候就是长这样 那后面会结果 那之后呢它受果呢 那个成熟干裂的时候它会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会有种子在九琼树上飘落散落下来 那我就期许自己是像一粒种子 我在宜蘭的土地上发芽 那我现在也在宜蘭的土地上酒壮 那因为宜蘭是一个非常充满魅力的文化产与 那也是我生活的好地方 那所以它让一个宜蘭的小孩 在这个地方能够吸取很多的豐厚的养分 然后在这里成长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是宜蘭城的一个样貌 那周围環繞的是护城河 那九琼树它在这边整个开花结果到种子散落 代表什么 一个生命的循环 那底下可以看到我们的护城河 那旁边也有我们护城河的一个一个再造场景 那护城河上面以前有板桥人在上面行走 还有柳树 那这个是一个宜蘭市九重城的画面 叫念佛会来雷音寺 那我用雷音寺的那个形象来见证 曾经的这个佛教在这里面的一个历史 那还有宜蘭以前的那个旧监狱的一个门厅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蓝屋 那旁边有那个警卫的钢绍 我们的那个当时的金币堡前面有零四战机的部分 那最下面是我们城南有一个城墙很重要的一个城墙的移构 一些果肉 那包括宜蘭中有牛舌饼 然后还有宜蘭烧饼 然后还有麻辣 那我用龟 因为面很多人都有 龟啊宜蘭人都很爱吃 我特别用半条宜蘭的龟 肉丐龟 我们宜蘭市的新地标 我们这里宜蘭市民 那或是外宾可以知道说 曾经宜蘭的副城河是长这样的 对他可以去做一个对照 这里面宜蘭办活动的时候 这里的海豹功能就可以做一个重要的典型 打造宜蘭新地标 宜蘭市平美的战